一年内完成5196项民生工程 尼可敏部长是怎么办到的 房地部长尼可敏上任后 大力推动和建设民生工程 短短一年内完成了5196项民生工程项目 创下了史上最高纪录 这些项目主要分为四大类 包括社会经济 746个项目 公共设施 476个项目 安全 33个项目 和设施3941个项目 尼可敏表示 房地部也成功争取到7亿令吉拨款 落实民生工程 比2022年的4亿8900万令吉增加43.1% 更多的拨款 让团结政府可以有效地改善民生问题 一年内完成5000项工程 意味着只要给团结政府10年时间 房地部可完成5万项民生工程 届时大大改善 全国民生设施 任何非法公民不能动 在马来西亚来非法营业 将会过去年一系列的这个执法行动呢 房屋地方政府发展部 联手各地的市议会 总共呢 全部已经取消了 多达26108张这个被滥用的这个执照 所以呢 我们再一次的向全世界展示 政府执法的决心 任何非法公民不能动马来西亚来进非法营业 将会面对法律的这个制裁 这个执法行动将会一致的延续下去 那么希望呢 所有人都能够奉公守法 大家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 来进行合法的这一个营业 除了历来最高的滑小拨款 林慧英还完成了这项任务 林慧英在担任副教育部长期间 除了积极争取更公平的教育拨款 让2023年的滑小拨款总额创历史新高 他还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 目前全国885所半斤滑小 共获得4770万令吉年度维修拨款 417所政府滑小则获得4481万令吉 总数高达9251万令吉 林慧英还特别加码副部长 特别拨款550万 让滑小拨款总数高达9801万 是近年来最高拨款数 最难能可贵的是 明年也将特别发放学校厕所 维修拨款7万令吉给所有半斤学校 意味着全国885所半斤滑小 将另外获得6195万令吉 这是林慧英行动党议员和教育部长 法利纳的协调下取得的重大成就 尼可汉住家已遭人纵 民主行动党穆威国会议员尼可汉 位于霹雳州爱大华住家 凌晨疑次遭人纵 应遭到汽油弹袭击 引发火患烧毁轿车 索性没有人命伤亡 萧整局及时灭火 避免火势蔓延屋内 警方已经接获投报 相信会迅速展开调查 将歹徒绳制以法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严厉谴责暴力行为 任何以暴力来应对分歧的行为 都无法令人接受 行动党需请内政部和警方 严正看待此事 保障公共安全及秩序 行动党领导层对尼可汉同志 与家属的遭遇表达同情与声援